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跟大家讲解一下这朵玫瑰花的制作方法 先还是我们用一支笔 画一下辅助线 都跟大家标记出来 大家回头可以按照这个辅助线的形式来绣制 这个玫瑰花的花瓣每一个花瓣都不一样 那么每一个花瓣的分层都是会有差别的 所有的花瓣都是按照花瓣的外围 轮廓线来分颜色 这些不规则的花瓣 我们都按照那个不规则的形状来顺势分层 所有的走势都是按照这个来 这样出来的效果就非常一致 有的是三层 有的是四层 每一层的颜色都按它的层次来分 最外面的花瓣颜色做浅一点 最里面的花瓣的颜色可以做深一点 让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颜色的变化 来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花瓣的分层就画出来了 你像这些没有分层的全部就用一个线 一个颜色的线就可以代替了 然后这个分了层的有多少层就用多少层颜色来一层一层的把它完成 现在我颜色给大家看一下一个简单的分层 玫瑰花的颜色我们还是用红色来做 外穿的一个花瓣做浅一点的颜色 内层的花瓣做一个相对深一点的颜色 所以我现在要做呢就做两个层次的花瓣给大家看 一个深一点的一个浅一点的 让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我们最外面的一个还是做浅一点的颜色 到第二层花瓣的时候 我们就相对的做深一点的颜色 各位同学大家看一下玫瑰花瓣的第一个 第一道颜色就做完了 好然后我们再来进行第二步 找比这个浅色深一个号的颜色 做第二层 大家记住 这个花瓣的第二层的颜色比第一层的颜色深 但是里面的一个花瓣的最外层的颜色 就要按照第一个花瓣里面的里色来做 两个连着的花瓣 第一个花瓣用了一号二号两个颜色 那么第二个花瓣就要用二号和三号两个颜色 让花瓣有一个循序渐变的一个过程 第二个花瓣它跟第一个花瓣的层次是一个里一个外 我们做的里面的一个花瓣的颜色要比外面的一个花瓣的颜色要深一层 所以大家先看到我用的是第二号的颜色 用在里面一个花瓣的外围 这样它出来的颜色就有一个递增的过程 好 第二个花瓣里面的第一道颜色做了 做第二道颜色的时候 在浅色的基础上再递增一个颜色 就是我们说的三号色 又深了一个度 各位同学 大家看一下玫瑰花花瓣的这种做法 大家注意了 第一个花瓣是用的一号色 二号色 紧挨着里面的一个花瓣用的是二号色 三号色 这样它就正好有一个循序渐进变身的过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桌旗 现代生活家居的用品 很多家庭也可以用得到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扇子 这个圆族泼丝扇子和汉袖的扇子 是两个非移项目的合作 大家看一下 赤袖是按照汉袖的特点技法来制作的 圆族泼丝记忆也是传统手工记忆 两个非移项目的合作 正好体现了我们非移文化 要不断的传承 不断的发展 更贴近现代人的生活 现在汉袖我们绣制了武昌蛇山上的现代的黄鹤楼 它跟以前的古黄鹤楼最大的区别 有五层楼 以前的是三层楼 木质结构的 现在是五层楼的黄鹤楼 造型和这个一样的 我们用了很多装饰性的针法 在整个楼体有表现 也用了武汉市的四花 梅花作为衬托 用了闪光针 打指针等多种针法 来表现这个黄鹤楼的现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